这里离开罗不远,但却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没有像样的建筑,没有健身房、游乐场 有的只是遍地的垃圾 一个简陋的充气游泳池,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它不正规,而且小得可怜 但这一点不妨碍孩子们享受炎炎烈日下的一点清凉 阿迈德是五个孩子的单亲母亲 他三年前买下这个游泳池 一个孩子交上一挨棒,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这样我们能够有些收入来维持生计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,除了上帝 我们很穷,没钱带孩子去亚历山大 你怎么都得拿出五万甚至六万挨棒 才能送孩子去亚历山大,去坐船 但在这儿生活就简单了 与其说这是一个游泳池 倒不如说更像是装满水的大桶 可孩子们能够在这里玩 是啊,孩子们的要求不高 这个小小的游泳池已经让他们很满足了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提出想去亚历山大或海滩玩 父母都说没钱,所以我们就花上半磅或一磅在这里游泳 虽然去不了亚历山大,但没关系 我和朋友们在这儿玩的也很开心 开罗的平民区和彭户区对新当选总统沐西是一个挑战 这里的居民们希望,他们的家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的家里面有很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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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家里